來是魯冠良跟魯萬軒 雙方互相的一個合作 嗯 哇 其實現在兄弟都能 魯俊翔選擇投3分 有了 哇 其實現在投進3分的魯俊翔 其實本來也有機會 這球差點掉剩下3秒鐘的進攻 魯俊翔最後橫移的插板去 哇 你很難想像 真的是 11號面對到玉龍 他就是單場拿到33分 在第4節拿到了17分 哇 在最後24秒 最後要完成拆炸彈的時候 選擇出現失誤 哇 魯俊翔在這段時間 真的在進攻關發生太多失誤了 嗯 在傳表裡面 林金榜上籃得分 魯俊翔跟林金榜的兩人小組配合 魯俊翔 catch and shoot 這一球打半徑 哇 其實還蠻lucky的 其實他自己出手之後 其實他感覺他還沒有 補成玉龍隊的犯規 哇 先看魯俊翔 你可以看到他第一排 他自己覺得他是隨手一丟 沒想到要follow進攻籃板這個球 哇 再回給Jodan Tober 哦 這已經是完全創造出他可以灌籃的空檔了 嗯 Jodan Tober在四... 魯俊翔切進來對抗板法 這球 哦 這球打板進 哇 小個子吃掉了板法 哇 胡家俊 這一球再交 陸俊翔飛了上去 上人得分 哇 這切入之後的集體 那其實兩個2man game的配合 真的來得非常及時 陸俊翔外圍的出手有 哦 無定的把握也不錯 今天第三個的三分進球 哇 中場上 Jodan Tober 傳到底線 再拉出來魯俊翔的三分出手 G 今天第四顆的三分球 哇 穩定性真的是來得非常好 難怕啊 在這場比賽個人也拿下了20分了 魯俊翔壓上去的上籃出手 G 哇 Jodan Tober一直想要來要球 沒有要到 魯俊翔殺上去 這球要到了犯規 兩人壓上來 郭昭南把魯俊翔撂倒 往面對banban的防守 突然間的加速 即便是籃下最後一道basket 這個郭昭南也做到協防 但是也只能賠上犯規 第四節四投零中 魯俊翔拿到之後上籃 得分了 哇